歡迎收看8891的新車單元 我是阿基拉 今天來到現場的是最新一代的Mazda3五門頂規版本 這台車的定位是中型先輩 目前在台灣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 進口的部分有Toyota的Aurus 以及福斯的Golf 國產的部分也有福特的Focus五門 但是從新一代的Mazda3定價車類出來之後 我相信許多觀眾都跟我一樣有個疑問 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促使新一代Mazda3 在車款定位方面有所改變呢 這也是我們今天想要找出來的答案 另外在今天的試駕過後 我們一樣會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來進行分析 並且告訴大家三個值得買跟三個不值得買的理由 我們現在坐在新一代的Mazda3裡面 那你去看它現在整體的內裝設計 首先會發現一個很大的不同 就是在你視野所及之處 它盡量去簡化它的線條 不管是中控螢幕也好 空調介面或是冷氣的觸控口 都沒有像以前一樣那麼顯眼 羅列在各個地方 你現在整體看起來感覺 它都是比較清爽的 再加上細部的設計也跟以前不一樣 像是旋鈕按鍵 在觸感以及它的回規感方面 都是更具有質感的 那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這一具方向盤 它不只看起來造型好看 而且質感很到位 整個看起來就像是豪華品牌車款 該有的方向盤 所以從整體的內裝設計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新一代的Mazda3真的是朝 準豪華品牌的路線來賣進 那我們看看配備的部分有些什麼 首先方向盤的部分 是有視像調整的功能 座椅的部分 它是沒有電動調整 是只有手動調整的設計 方向盤上面 很可惜的 它是沒有換檔撥片可以使用的 但是上面的按鍵 除了它的質感很不錯之外 它也是具有群組化的設計 比如說左邊是拿來控制音響以及電話的 右邊就是拿來控制 ACC自動跟車以及 駕駛輔助系統 整體握起來的盤鏡 觸感我覺得都是蠻不錯的 那麼在儀表的部分 首先它具有一個 HUD的抬頭顯示器功能 在上面它會顯示你的時速 ACC自動跟車 以及盲鐵偵測等等 駕駛輔助的機能 這一點 那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就不用去低頭看儀表板 真的是蠻方便的 儀表板的部分 你現在看起來 它是一個 三環式的指針儀表 不過呢 其實中間這個儀表 它是一個液晶螢幕 你可以切換成不同的顯示資訊 以我的習慣的話 我會切換成數位式時速加上駕駛輔助機能的圖示 這樣閱讀起來的效果是最直覺的 那在中控螢幕的部分 我們可以發現 它安裝的位置是比較偏向車頭的 所以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我就要稍微 偏移一點視線 我就可以有一個不錯的閱讀效果 那有些車 它是坐在比較靠近駕駛這邊 靠近駕駛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我要轉動的頭角度是比較大的 其實反而是比較容易分心的 那現在的螢幕 它本身沒有觸控的功能 所有的功能都必須由安住的這個旋鈕來進行操作 那這個旋鈕我們在使用的過程中發現 它整體的回饋感都是比以前更好的 而且整體的操作邏輯 也比以前更為明確 那這套系統 它除了基本的藍牙USB以外 你可以選配原廠的中文打滑系統 但是因為它也同時搭載了Apple CarPlay 所以我想應該大部分人都會使用Apple CarPlay 可以來做一個導航的功能 那在空調系統的部分呢 其實這個介面看起來也是很簡約的 不過我對於它的字體 有點小小的意見 因為它現在秉持於一個極簡化的風格 所以它字體的設計 也是比較偏小一些的 在閱讀上 稍微難了一點點 不過因為旋鈕的位置 配得剛剛好 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可以很輕鬆的去操作它 所以旋鈕以及空調系統的整體配置 我覺得倒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排長座的部分呢 跟上一代 其實它整個架構是很類似的 包含PRND 手排模式 以及SPORT模式的按鈕等等 都跟上代使用邏輯 都是相同的 只不過現在的質感 比以前再提升了一些些 那自卑的功能呢 它從以前的後面 現在移到前面去了 那在使用上呢 是比較不會卡到你的手 像我們這樣 放進去 它是比較順手的 不過呢 因為它前面的自卑 本來口徑都是比較偏大一些的 所以像這種 比較細的平身 放進去呢 它還是沒有辦法夾得很緊 安座的最前面 有一個小型的收納空間 像我們放手機 算是蠻方便的 另外這裡有配個USB的充電布 那在服務手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現在的面積是比以前更大的 所以你在開車時呢它的支撐效果是比較好的 另外這個扶手現在是可以前後滑移的設計 你必須把它滑到最後面 然後才可以直接打開 打開之後你會發現裡面的空間其實蠻大的 搞不好放下一顆高麗菜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一樣放瓶水 給大家試一下 那裡面有一些隔板 可以讓你去分配你的收納機能 另外這裡面有個USB以及一個 12B的電源 手套箱打開之後 這空間也算是蠻大的 我們放一瓶水 讓大家試一下 另外在天花板的部分 也有一個西頂式眼鏡盒可以使用 那麼在新一代的Mazda3上面呢 它配備一個環景攝影系統 那這套系統啊 跟以前Mazda所使用的環景攝影系統 比較起來的話呢 它的畫質更好 而且呢 車身的比例啊 以及閱讀的直接性 都是更加適當的 所以它的實用性 相對來說也是比較高的 後座空間大嗎 那我們現在坐在新一代Mazda3的後座 一坐進來啊 我們就發現喔 這空間啊 好像比以前更小了一點 首先啦 可以看到頭部呢 其實我都已經快碰到天花板了 那窗戶呢 比以前更小 所以坐在裡面呢 它的優避感是比較重一些的 那接下來就看西部空間了 我們一樣用雷射測距來量一下 然後對齊我的膝蓋前緣 是3.65 那的確呢跟我們之前喔 量上一代的數據比起來 還是稍微小了一些喔 那這椅子啊 坐起來感覺跟前座一樣 都是比較偏舒適化的設定 為什麼呢 因為那炮岩呢 跟以前比起來是比較軟一些的 但是呢 它也有一些它的問題喔 比如說它的 椅背呢 是比較挺一些的 那椅面的長度 也比較不夠喔 所以大腿的支撐性 也是比較差一點的 那麼在配備的部分呢 後座現在有後座空調出風口 所以我們在後面呢 冷房效率會比較好一點 但地板面喔 一樣是比較不平整的設計喔 中央部分呢 隆起還是比較高的 然後扶手打開之後 這裡有兩個置備的功能 好處呢 是它本身具有夾緊的設計喔 所以東西放進去 是比較穩定的 行李箱夠大嗎 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下 新一代Mazda3的行李箱空間表現 那它現在 電池房的開關是隱藏在廠灰的下方喔 你必須要手伸進去才摸得到 打開之後呢 這邊有個按鍵喔 有些人可能會想說 它會不會有電動尾門呢 不過 大家真的不要想太多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鎖車的開關喔 它去之後 把門關起來 車子就自動上鎖了 那行李箱空間表現呢 目前看起來 格局是比以前更為方正一些的 那是因為 現在Mazda3 它不像以前是採用多電感的懸吊 現在是扭力量的設計 所以在空間的運用上 是比較彈性一些的 那我們一樣使用這三個行李箱來做示意 首先是這個29吋的大行李箱 值得 有沒有機會勒 值得不行 這只能放橫的 然後再來兩個20吋的登機箱 這應該可以放進去 這邊一個 這邊放進去嗎 有點難耶 很抱歉 放不進去 它只能夠放在上面 就目前的行李箱空間表現的話呢 其實確實是比上一代好用一點點的 不過呢 如果你空間還不夠用的話 可以使用它的椅背 六四分離機能 那我們總結一下 目前看起來呢 它還行李箱空間 確實是變大了 可是呢 相對來說 它的後座空間 就是比前一代更為小一些的 這是新一代Mazda3的特性 開起來怎麼樣 在駕駛視野的部分 其實當我們開始這台車的時候 你會發現 A柱這邊 雖然它跟後視鏡中間有個空隙 但是因為A柱本身 是比較傾斜的設計 所以說呢 在這邊 A柱的視野 並不是非常的好 由於在開山路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 還是適時的 擺一下頭 延伸一下自己的視野 這樣是比較好的 另外在視野的部分呢 我覺得往後看的話呢 它的視野感 也是比較差的 原因在於說 它的低柱本身是比較肥厚的 那後窗的面積 也是比較小一些的 所以嚴格來說 這台車的駕駛視野 並不算是非常的好 在動力銜接性的部分呢 這具引擎本身就有一個 自然進行引擎比較線性的動力特性 但是變速箱 因為還是以前的那具 六速自白變速箱 除非你使用的是Sport模式 這時候你會覺得 每個檔位接起來都是算蠻順暢的 但是在沒有使用Sport模式下的話呢 在二三檔之間啊 它還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頓挫 這是這具變速箱的特性 在煞車的部分啊 基本上它是可以很細膩的去控制的 但是呢在踏板回饋的特性上 你可能就要適應一下 因為前三分之一的行程 它的自動力道呢 是比較沒有那麼明顯的 你必須要踩深一點 它才可以給你一個 比較充足的自動力道 那我想這樣的設定啊 主要也是因為 現在的MAZA3 它是主要朝舒適化取向去設定喔 那這樣的設定 的確呢 當我們在操作煞車時呢 可以減少一點人為食物所帶來的頓挫感 在乘坐舒適性的部分呢 我們一樣先講隔音喔 其實在整體的隔音效果方面啊 你會發現喔 新一代的MAZA3 在隔音部分啊 真的是比前一代好很多 很可惜啦 因為現在外面正下著大雨喔 有多大呢 那到我雨刷冰是開到最快的那一端 所以大家會聽到一些比較明顯的滴滴噠聲音喔 但是除了雨滴聲之外呢 基本上啊 路面傳用進來的噪音啊 它都是很輕微的喔 所以啊 如果你對MAZA3的隔音 還有疑慮的話呢 我建議大家 一定要實際去體驗看看喔 在座椅的設計上啊 其實一剛開始坐進來這個椅子的時候啊 我自己呢 本身啊 是有一點不太適應的 因為我發現啊 它會把我的身形啊 調整成比較接近正經為座的姿勢喔 但是呢 當我們坐久了一點之後 卻也發現呢 它並沒有因為這個姿勢呢 而讓你覺得身體坐起來 是比較疲累的 或是說 支撐性是比較不夠的喔 整體來說喔 我認為 現在椅子跟前一代比起來 也是進步蠻多的喔 以前我們都說啊 買你上 是買沙發送車喔 但是呢 我覺得 現在你買MAZA的話呢 它其實也有送沙發喔 呃 現在雨真的是很大喔 不過我相信這也絕對不是有問題喔 那剛好我們現在經過一個 比較破碎的路面喔 可以跟大家講解一下喔 現在MAZA3的底盤特性 其實你經過這些破碎路面的時候啊 你還是可以明顯感受到這些路況 表示呢 這台車啊 它還是保有明確的路感 但差別就在於說啊 以前的MAZA3呢 它是會直直的 把路況的回應給你 但是呢 現在的MAZA3啊 在路況回應給你之前啊 你會覺得說它好像 多了一層緩衝喔 所以整體給你的衝擊感 是比較小的喔 另外呢 當我們坐在車上的時候啊 我們也會覺得說 其實呢 當車子遭遇坑洞啊 或是它產生側行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晃動感啊 也是比較輕微的喔 那種種的跡象啊 都顯示出喔 新一代的MAZA3啊 在乘坐質感方面啊 確實是有所進步的 那麼在ACC自動跟車的部分呢 我認為它整體的特性啊 跟前一代車種喔 基本上喔 還是有比較好一些喔 因為它不管加減速的方針呢 都是更為細膩的 而且現在呢 它是有全速域的喔 那這台車啊 還有一個系統讓我覺得蠻不錯的 就是它的CTS系統 這套系統可以在時速55公里以下 透過範疊標線以及前車的位置 來讓我們達成 自動跟隨前車的半自動駕駛機制喔 實際使用起來啊 其實啊 你會放心的 交給它去處理 但是啊 不管是ACC啊 還是CTS 這些駕駛輔助配備啊 其實它都還是有一個先天的限制喔 像現在雨這麼大 系統就會提醒我們喔 它的路況 其實是不允許的喔 所以現在我們是 不能夠使用 ACC以及7TS 這些駕駛輔助配備的 那我相信啊 許多人也有個疑問 就是新一代的Mazda 3 跟上一代 到底有什麼明顯的差別呢 上一代的Mazda 3 它本身呢 是一個蠻有駕駛樂趣的 而且呢 開一開啊 會讓人家 比較熱血的車款 但是 這一代的Mazda 3 它雖然也有著 類似上一代的駕駛特性 但是呢 它整體的設定都是比較偏舒適化的 包含了轉向 沒有以前那麼的精準 現在比較是明確的程度 那懸吊的設定呢 它也更注重於舒適化的呈現喔 而不是像以前一個 硬橋硬碼的設定喔 所以開了這台車啊 你也會發現 它雖然也有近視上一代 Mazda 3的操控樂趣喔 但其實呢 它並不是一台 會讓你想要 一直開快的車喔 我認為這是一個 定位上的改變 那或許啊 以後Mazda 3 會針對操控 出一個 更強化的車款 也說不定 我覺得 就目前的 Mazda 3來看的話 它要享受操駕樂趣 也不是沒有 但 就沒有像以前一樣 那麼全全倒露 該買這台車嗎 那麼如果我們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 來進行分析的話 到底在新一代的Mazda 3上面呢 會有哪三個值得買 跟哪三個不值得買的理由呢 我們一樣先講優點 第一個優點 被動安全 表現優異 在新一代Mazda 3的 被動安全性部分 除了全車系都標配 7顆氣囊之外 在EURO NCAP的撞擊測試裡面 也拿到了5顆星的評價 而其中比較特別的部分呢 在Mazda 3的成人防護部分呢 拿到了98%的高分 這是EURO NCAP 2018年改制以來 最高分 第二名呢 是VOBO的SC40 它分數是97% 而在美國IIHS的測試裡面 Mazda 3雖然因為 頭燈的照明效果稍差 而僅僅拿下安全首選評價 但是我相信 這樣子的測試結果 應該足以當人 對於Mazda 3的被動安全性部分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個優點 行路質感出色 由於現在Mazda 正在調整它的品牌策略 所以我們會發現 新一代Mazda 3 它並不是像過去一樣 比較強調操控 而是更加強調於它的乘坐質感 但是我相信 許多人也會跟我有一樣的疑慮 那就是現在新的Mazda 3 它的後懸 是改成了扭力量 那是不是真的能夠在質感方面 有效提升呢 不過經過實際的試駕之後 我們發現 新一代的Mazda 3 不只是它整體的隔音 是有效改善 懸吊的綠針效果 以及它的作動方式 也都比前一代更為細膩 所以確實在乘坐質感方面 是有感提升的 第三個優點 駕駛輔助機能豐富 在新一代的Mazda 3身上 它除了配備了全數域的 ACC自動跟車 以及AB自動緊急擦車系統之外 它也配備一個 大家目前可能比較陌生 CTS 巡航模式 車道維持輔助系統 這套系統它的作動條件 是當時速55公里以下的時候 系統會去偵測標線 以及前車的位置 並且在需要的時機 會適當的修正你的方向盤跟路線 整套駕駛輔助系統 運用起來的話 我們會發現 它給我們的信任感 確實是足夠的 而在長時間開車的話 確實也能夠有效降低 我們的疲勞感 那麼缺點的部分 又有哪些呢 第一個缺點 動力系統沿用 目前在全球市場的新一代 Mazda 3身上 動力的部分 還是沿用前一代的系統 改良而成 大家真正想要的 Sky Active S 其實要等到2020年之後 才會推出 所以 你現在開著新一代 Mazda 3的時候 你會發現 各項表現 都是進步的 唯獨 動力系統的表現 進步幅度 是相當有限的 這也是現在購買新一代 Mazda 3必須要面臨的問題 第二個缺點 後座空間 較小 在新一代 Mazda 3的後座空間部分 無論是我們的 實際感受 還是拿雷射測具來量 西部空間的話 都會發現 跟前一代比起來 還是稍微 小了一點 所以如果你常常要在長輩出門的話 比較難進出的後座車門 以及比較局促的後座空間 可能還是免不了 會讓你被唸個幾句 第三個缺點 不走CP值路線 過去的Mazda 3 因為採用了進口車 國產價的 高CP值策略 所以在台灣市場 成功打開了接受度 但是在新一代的 Mazda 3身上 我們發現 它不只是追求 質感的呈現 而在定價策略方面 跟原本的同級都比較起來的話 也有比較大的差別 所以這台車到底適不適合你 我建議大家 還是去展間試乘體驗看看 再做決定 總結之前 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一期的節目是 賓士的GLC200 Coupe 以上優點跟缺點 都跟大家說了 大家再自己衡量看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8891新特 小鈴鐺也要記得打開喔 這樣我們有新影片上線的時候 你才可以接收到 第一手的訊息 另外也歡迎加入 我們的LINE群組 跟我們一起討論 我們下次見